今天我在英國航空公司被種族歧視了 你覺得你是英雄嗎?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從1949年站起來之後 再不會跪下去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講兩件事情 那第一件就是跟我們台灣非常有關聯 那第二件事是中國網紅 碰瓷大鬧英國班機 這其實也跟最近那個 什麼晚安小雞也有點相似 那昨天2月14號啊 中國快艇跨進到我國金門領海 結果我國海巡出動驅趕 造成了小粉紅快艇 因為害怕蛇行逃離 結果意外翻船 造成四人落海兩個人漢似的發生 結果中共官方啊 痛罵台灣以粗暴的方式 對待中國的漁船 那現在中國微博上有一些大V 開始在痛罵我們台灣了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搞笑 大家都知道中國漁船啊 跨進到其他海外領土領海啊 這是惡名昭彰的事情 那對吧 常常到什麼菲律賓啊 越南啊 日本啊 兩韓甚至台灣這些地方 台灣不是個案啊 那前幾個月還在跟菲律賓 鬧這個事情對吧 那這幾年啊 不少的中國漁船 去衝撞日本的漁船啊 衝撞日本的海巡署啊 日本那個海衛隊吧 還有我們台灣的漁船啊 甚至我們台灣的海巡 對吧 這個影片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去查證 中國的漁船啊 越界挑釁各國的時候 也只有北韓敢用實戰的砲擊打回去 在北韓打回去的時候 中共一個屁聲都不敢放 甚至不敢在微博上張揚說 你看北韓竟然砲擊了我們的漁船啊 中國人啊打長津湖啊 幫助了北韓人過上現在幸福的日子 北韓卻忘恩賦予砲擊我們的漁船 你不敢這麼講啊對吧 所以中共就是這樣 你跟他講法 講道理的時候 他就跟你硬鋼講拳頭 這個時候你秉公執法了對吧 他要跟你講法啦 他要跟你講道理啦 他要跟你講人情世故啦 他要跟你講兩安一家心 血脈相連 血濃於水啦 那在基於這個前提啊 我們是依法行政 也是基於法理的執行對吧 那像是北韓領導人 或是北韓將領 他說砲擊就砲擊 因為他們的一句話就代表著法 是不是 驅離的什麼可能都不做 我就直接給打下去了 那像這個柯主席啊 今天還說 台灣要好好坐下來跟中國談啊 以後要避免這種類似的狀況 沒錯 理論上 理想主義上 應該是要談的 但是呢 對方他是中共啊 他是任何的條約跟文件 都可以說成是歷史過去 是啊 那像是日本 南韓 菲律賓 越南 他們有沒有跟中國 反應過 漁民漁船跨界的問題 有 談的還不少 那我們就說 日本跟韓國 好啦 日本跟南韓 夠民主自由 夠文明了吧 相對菲律賓 或是越南來說 那他們代表民主自由 世界去跟中共談 維護自己人民權益的時候 中共聽了嗎 沒有吧 那更何況 中共認為我們 我們 台澎金馬 只是他的一個省 只是一個地區而已 那你今天不趨離這個 中國跨界的漁船 或是很軟性的執法 那小粉紅跟中共眼裡 他又看不起你 即便你是正常的執法 小粉紅也會嗆 你們不是自詢民主自由嗎 你們在破壞人權啊 這個前提還是基於 因為我們是依法行政 如果我們今天對中共的立場上 就單單只是對中共喔 對歐美我們就是還是對等交流 如果單單只是對中共的立場上 我們像北韓一樣的話呢 我跟你說 他今天一個屁聲都不敢放 為什麼他一個屁聲都不敢放 你說這個中國也是催他軍力很強 對吧 那你北韓應該也拿得下 北韓砲擊你的漁船 你怎麼不派軍隊過去打下來呢 他不敢一鋼啊 所以我認為台灣可以立一個法 是針對來鬧事的外國人 就是你今天在你們國家 鬧了這個事情 那你們國家的法律 會怎麼對你們 那你就怎麼對他 所以你們去了解一下 中共的黨史就可以知道了 他們從來都是欺軟怕硬 那只要跟他們硬 你硬不硬的過 他們是另外一回事 只要你有相對的硬度喔 他們就會熟 所以他們才會通過 什麼滲透啊 統戰的方式去分化你 記得啊 中共黨史裡面啊 一些領導人 或是一些將領 他們曾經說過 現階段 我中共能妥協的條件啊 都是為了保存私利 未來達到消滅你的總目標 也就是他現在的妥協啊 是為了要消滅你做的妥協 那他還是要消滅你 你去看這個 早期的國民黨 跟美國早期的綏進政策 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中共自古以來的戰術 就是這樣 軍民融合 這個行動 跟這個名詞 不僅僅落實在 他們對於企業 跟民企 還有國企身上 在日常生活 他們也通用了 所以他們會讓海外的人 根本分不清楚 你到底是平民啊 還是你這個海外僑胞通鄉會 結果呢 你實際的身份 是這個海外警察 海外特務呢 分不清楚嘛 是軍還是民呢 也分不清楚嘛 所以美國近幾年 不是通過很多法 嚴格限制 中國留學生 你只要稍微 有跟解放軍的背景有關係的 通通給你不入境 沒辦法 因為你是軍事民 分不清楚 這也是共產黨造成的 是共產黨利用了這個政策 利用了這個風氣 讓我們分不清楚 你是軍事民 所以真正要解決的源頭 還是在共產黨身上 那為什麼我們不會懷疑其他國家是軍事民呢 對吧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這也是中共為什麼他會鼓勵這些中國漁民啊 去施展狼性 去他國領海抓魚 他鼓勵這些行為 那這100次的漁民非法繞進 你哪怕有一次的中共解放軍特務 混入進去 那就成功了 這100次 你就要抓他100次 因為你如果漏抓的那一次那一次 是不是有可能會是中共解放軍的特務呢 所以怎麼反罵 就是狼來了 當我們習慣 對狼來了 沒來嘛 那哪一次真的來了 我們怎麼反呢 所以真的不要看中共玩的這個套路 還有一個很智障的邏輯啊 中共說台風金馬是你的領土 OK 那今天福建的漁船來到福建的金門 被福建金門的海巡追捕 導致意外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請問福建金門的海巡 是否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或是憲法 為什麼在自己的領土 福建的金門跟福建下面都是 都是我大福建省的領海 這個範圍可以以非法路徑為由去抓捕漁民呢 請問是不是你們中共國自己的法律有問題呢 你們是不是應該撤換金門海巡呢 或者去處罰金門縣長呢 甚至福建省省長 省委書記 畢竟金門是你大福建的一部分嘛 這塊是歸誰管 海巡 好像是趙立堅是不是 趙立堅去年不是被調到這個職位了嗎 你看這個小粉紅多會嘴 他的意思就是 要不是中共壓制中國人民啊 不然中國人民早就武統台灣了 喔 所以你承認了 你們國家並不是民意之所趨啊 你們國家的這個執政黨不是民意選出來的對吧 因為他不聽民意 你們的民意 像你說的如果是要武統台灣 共產黨不聽民意 那這個黨是誰選出來的 是你們選出來的嗎 如果是你們選出來 如果他應該要順從民意去打台灣呢 那言下之意 中共就是阻礙兩岸統一 台灣統一的歷史最大 你們還不推翻他 慫就慫嘛 不用這樣子也還可以幫你組織洗地啊 而說到台灣的執法 真的你們要確定耶 中共的城管 農管 公安是怎麼執法的 春節期間一堆去討藥薪水跟爛尾樓的業主 還有那些員工 他們怎麼被暴打呢 河南村政銀行幾年了 兩年多了還沒解決 怎麼不出來檢責一下 因為你不敢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這位 愛古留學生大鬧英國班機的影片 今天我在英國航空公司被種族歧視了 看我怎麼反擊 You see it has to be upright Do you understand Why would you live in my seat You sleep I didn't do nothing wrong I just can't talk to me for what What do you think you are mate I'm Chinese I'm Chinese Are you laughing You laughing at my race I don't like racism I don't be a racist Why are you laughing Are you laughing Are you a racist or what I don't like racism I won't fucking pick up me Don't swear Don't swear Yeah What's you gonna do with that Don't swear unleash my respect Are you fucking 警察的人怎麼樣沒事 我是中國人的小弟弟 讓你把椅子抬起來一下而已 我是中國人的 沒中國人的 Lorain I mean that you guys 之后请来看我们的手机 你猜怎么着 因为我手机是中文的 他们看不懂 他们让这个女的来看 这女的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她说我不说中文 我当你叫火火 他体烂了你知道吗 你追卖国贼 我想告诉你的是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不会跪下去 有手机第二个手机 我决定录像一张 然后这个英国男的说 这个视频千万不能让他领导看见 他说他在中国上班 如果领导看见的话 肯定会把他开除的 这个视频我不可能闪 他们后来又把我关到小黑屋里 然后在外面查我的手机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不会因为这个害怕的 幸亏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就开始上传道云 然后到警局的那一刻 视频刚好全部 好了 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故意碰瓷的吗 人家跟他说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 他就故意回他 我是中国人 然后对方笑死 这么回不笑死吗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你以为你自己这个皇帝呀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 权力比他大 对吧 如果你回我是中国人 你都答非所问啊 人家不是在取笑你的国家 人家在笑你答非所问 人家在笑你故意碰瓷 不讲到 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 对吧 这句话你们在中国也常讲 哦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是委书记 你以为你谁呀 我爸省长 所以你们不要到了海外 就变成讲这句话 在笑话中国人 很明显这位留学生啊 他也是故意要拍这种素材 所以我认为是以下这种状况 第一 他故意把椅背拉到最后 只是拍摄的时候 他调回来了一点 对吧 甚至他在拍摄前可能多次这样 有没有 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 让后面的旅客没办法好好睡觉 因为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而当后面的旅客 只要跟留学生一有互动 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一讲那个英国旅客一讲话的时候 他的朋友手机就直接拍了 他们已经预设好要做这个局给他碰 那只要有互动他就可以闹事让英国旅客顺着他的剧本走 就是他没有把前面那些引导啊 没有把那个前面 他是怎么惹他的那个过程给剪进去 他一定不会剪 其实我们只要看这个影片中间剪期的地方就知道 他的镜位非常多 有没有 很明显他有几段是剪掉的 你为什么剪掉呢 你还把重点放在他用命令的口气 会不会是他前面有好好跟你说 你不听 然后他看到你可能是亚裔的面孔 他理解是你可能听不懂英文 或是你英文不太好 所以他很慢的说还问你明白吗 他可能只是英文不太好 但不至于到听不懂的地步 对吧 所以他女朋友也才用中文辅助 说他跟你讲了什么 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 一开始他们都是基于你是听不懂的状态 对吧 所以这证明了你前面在闹事 你前面要把这个事情挑大 那他后面讲了一句 他也是在中国工作什么 那可能也是他瞎掰的 不过我们台湾最近也有网红开始大规模的 学中国网红那样造假了 在海外造假 那这个晚安小鸡他不是也这样吗 现在四叉猫挖出他自导自演 然后在整排的度假区 饭店周边演戏 今天被柬埔山警方抓到 现场就抓到一堆他拍摄的道具 那你说你被绑了 你被绑了手机行动电源 都不给你没收 就抢你的钱而已 你慌不慌疼啊 那这种家伙还有十几万的按赞跟订阅 我不知道怎么累 这跟一些中国网红跑去泰国啊 跑去欧美抹黑当地演戏不也一样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订阅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小姐 拜拜